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十节 这样处在纯粹善良属性层面上的人 因为不断为至尊主做奉爱服务而心中充满喜悦 在摆脱了一切物质接触的阶段 获得对人格守神实质性的科学认识 第二十一节 至此 心中的节被打开 所有的误解烟消云散 当人看到自我是主人时 功利性活动的铁链就此中断 第二十二节 正因为如此 自无法追溯的年代至今 所有的超然主义者 都必定会高兴万分地为人格守神 主 魁石纳做奉爱服务 因为这样的奉爱服务使自我感到无上的快乐 第二十三节 超然的人格守神 间接地与激情 善良和愚昧 这三种物质自然属性接触 仅仅是为了物质世界的创造 维系和毁灭 他才以步入阿玛 威石纳和西瓦 这三个属性化身的形式降临 在这三者中 全体人类可以从善良属性化身 为师努那里得到最高利益 第二十四节 木材是土的转化 但焉比木头强 更好的是火 因为我们可以靠火 通过伟达火计 获取高级知识 所带来的那么多利益 同样道理 激情属性比愚昧属性强 但善良属性最好 因为善良属性可以使人 领悟绝对真理 第二十五节 人格守神的存在 超越物质自然三种属性 因此过去 所有伟大的圣人 都为他服务 他们为了摆脱物质束缚 而崇拜他 因此获得最高的利益 任何人 只要他追随这些伟大的权威人士 就也有资格摆脱这个物质世界 第二十六节 真想获得解脱的人 无疑 没有嫉妒心 而且尊敬众生 尽管如此 他们却排斥 是半神人们可怕的形象 只崇拜主 威士怒 绝对快乐的形象 和他的完整扩展 第二十七节 受畸形属性和愚昧属性控制的人 被获得女人财产 权利和后代等物质欲望所驱使 崇拜祖先 其他生物体 和掌管宇宙事物的半神人 第二十八 二十九节 在启示经典中 知识的最终目标 是人格守神 圣魁石那 举行祭祀的目的 是为取悦他 练瑜伽 是为认识他 一切功利性活动的结果 最终都由他赐予 他是最高的知识 从事所有苦修 都是要了解他 为他做爱心服务 就是宗教 达尔玛 他是生命的最高目标 不同的摄影 孟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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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静